近期台湾本土新冠确诊病例篡生 台北市新北市警戒提升到第三级防疫 在恐慌情绪冲高下 台北股市17日以15554.99点开出 跌272.1点 造盘跌时扩大 下沙至15262.47点 错跌超过500点 随后后盘资金进场拉升 单位盘收于15353.89点 跌了473.2点 失守半年线 高达170家跌停 面对股市气氛低迷 台金融监督管理部门 连忙进行信心喊话 称台股如果出现不理性下跌 将祭出稳定措施 言下之意就是台当局的基金 将入场护盘 应该算是一个关卡 那另外呢 就是如果呢 像是连台积电 像是联发科 这些的这种大型的 GEO的大型全职股 都出现崩跌走势的话 那么呢 我想这个政府基金呢 到时候应该会考虑进场 台湾疫情紧张 台股大乱 其实上周末 台行政机构就紧急找来 台经济部门主管王美花 台财政部门主管苏建荣 台货币政策主管部门负责人 杨金龙和台金融监督管理部门主管黄天木等人商讨经济对策 打算祭出互盘措施 有岛内财经专家认为 这波疫情对于岛内经济的影响比出口更大 尤其餐饮业观光业等产业损失较惨重 因此民进党当局除了眼下最急迫的控制疫情之外 还需要考虑疫情稳定后如何刺激台湾的经济消费 对此台行政机构顾忌重施 称要加码所谓纾困预算 将预算上限从4200亿元新台币增加到6300亿 规模扩增2100亿 目前的疫情发展对市场虽有短期的影响 但只要大家能够合作团结 尽快将疫情控制住 加上政府已经提出扩增2100亿防疫纾困预算的修法 在疫情稳定后进行新一波的纾困振兴 刺激消费 渴望今年的经济成长能够维持原先的预期 蓝营民带质疑 难道消费券再发一次就能拯救岛内的经济吗 你没地方消费啊 发消费券除了说用宅配等等之外 因为对于餐厅的帮助其实相对还是有一定的限度了 岛内本土确诊病例激增直接冲击经济 蓝营批民进党当局只懂得撒钱 却想不出更有利的措施 岛内学者也担忧 如果疫情持续升温 管制措施趋炎 不止餐饮业营收受影响 台股可能会延续下措格局 民众信心势必受到打击 甚至影响消费意愿 这将严重影响台湾全年经济成长动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